不知不觉 陪伴我们五年的 斗罗大陆 已经结局啦 三哥不但继承的双神位 也与小五大昏啦 不是 卡卡是有点小遗憾啦 叮叮叮叮 已经不如可的斗罗大陆积木马盒 卡卡在一个海神堂上了呢 Oh no 所以 我们的小白骨 整来了两盒 目标当然是三个小五 成双成对的 圆满结局啦 哇 直接来 第一盒 哇 第一盒 会拿到谁呢 诶 这里有两大包 还有一包卡片 难道第一盒就是隐藏款吗 哦 不对 这是普通款的 小五啊 哇塞 这飙逸的长裙 还有长长的兔耳朵 这普通款也是超级好看啦 诶 卡卡上次抽到的隐藏款啊 哇塞 这两个还是不相伯仲哦 第二盒来咯 来看看来看看 哦 这可是我们史莱克机怪的输出当当 宝具 哇 又到了第三个了 会是谁呢 会是谁呢 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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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天啊 竟然抽到的隐藏款 海神弹山 哇 这超级炫的啊 哇塞 这做工可以啊 这场包还带有一点镀金的 金甲做的也非常细致啊 哇 还有它的海神三叉戟 也是细节满满啊 哇 三哥登场 哇 看卡片解说啊 这还是无敌精神的状态啊 哦 天啊来看看 哇塞 两个堂山 看看已经凑齐了 原来隐藏和普通款的服装 是透明的区别啊 哇 这服装上的印刷 真的是越看越喜欢啊 诶 诶 这样的话 哇 卡哥不就抽取了全套 布鲁克斗罗大陆金木了吧 哇 可惜的是 我们小马哥啊 也是不单一的人啊 哇 希望这二蛋的布鲁克 斗罗大陆金木啊 能把白城乡也做得出来 哇塞 官方原创的史莱克机怪 大混的剧情 看了卡哥也是感动得不得了啊 哇 哇 斗罗大陆水灿中央 卡哥的史莱克机怪满盒啊 完圆满啦 哇 那么剩下的这些 可以让个评论区的小伙伴吗